上次不是给你们介绍了一下我家猫吗 我发现评论区都挺好奇 我家养这么多小动物 一个月开销岂不是很大 具体我还真没算过 正好今天统计一下 我家6只猫 一袋12公斤的粮 差不多能吃一个多月吧 每个月大概是400左右 狗比猫的食量要大 像十月和天天 每天差不多能吃300克狗粮 一个月也得350那样吧 猫狗罐头零食 磨牙棒之类的 我家喂的少 每个月算150吧 营养品像憋蛋粉 鱼油 钙片 关节粉之类的 基本每天都在吃 每个月大概400 家里有三个电动猫砂盆 猫砂每个月大概能用七八袋吧 也得200多 整个月给他们去一次虫 一共点400多 按三个月去一次的话 每个月150 洗澡方面猫和狗 我都是在家自己洗 猫用烘干箱 狗用吹水机 这个费用就可以略过了 嵌绳 象圈 胸背 基本每年都换新的 衣服配饰啥的也不少买 关领节就造这些 每个月算200吧 这样算下来 每个月固定开销就是1900 平均下来 其实养一只宠物 只是吃喝花不了多少 少出去吃顿饭啥都有了 最怕的就是生病 去趟宠物医院 少得好几百 严重一点 大几千就没了 所以还是点平时 多注意养护 猫咪一定要想办法多喝水 吃方面要做到营养均衡 最后希望所有毛孩子 都健健康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